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 深夜食堂听书会 我是 深夜食堂听书会的彼得教练 那很开心可以在礼拜五的晚上 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我们是一个深夜听书的正能量群组 希望可以藉由每周一人一书的导读跟分享 让我们每一个人每年都可以多听学五十本书以上 我们的愿景是可以影响一万个人 透过听学交流书籍的知识 把照一百个 听书会 生计彼此内在的智慧跟知识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听书会的群组 我们在LINE有一个群组 会来做书籍的分享 那很开心我们今天 要来分享的书籍叫做原子习惯 我们今天要来帮我们做导读分享的 这一位朋友家人伙伴 她是一位全职的妈妈 听说她过去也有阅读障碍 所以她在带孩子的时候 特别喜欢透游 读书 透游 这个念书给孩子听 然后让孩子 可以 有不同的人生 不要像她一样 另外 她也藉由这个念书 去让自己 有更多的练习 就前两天跟我们这一位朋友 佩玲 在做这个 我们在做一个预演的时候 在做演练的时候 她有跟我讲到 她们家有三大个书柜 一整面墙都是书 所以这几年 她真的收集了很多的书籍 而 她为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原子习惯这本书 等一下 我们会邀请她来跟我们做 很完整的 很详尽的 一个导读跟分享 所以首先 我要来邀请我们的佩玲 来帮我打开麥克风 晚安 大家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晚安 大家好 我是佩玲 佩玲 帮我们做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 欢迎来到三叶食堂听书会 俗话说 只有过气的主管 没有过气的主持人 感谢洪志老师 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 也感谢洪志老师把我介绍的这么完整 那佩玲从小因为热爱学习 却发现有阅读障碍 常常看书就睡着 要不是就是看字会分叉 导致学习力非常的不佳 信心也跟着低落 但深信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的道理 故持续做学习阅读这件事 多年之后的发现 是人与人的交谈 发现了深度 脑袋的网欲的扩充 也让我在职场上如鱼得水 我想这就是原子习惯的惊人表现 后来有了孩子 使用了身份认同 而非目标导向的方式 陪伴孩子一起从零岁开始 一起拿书阅读的样子 深信装模作样 最后就会一模一样 确认在成功的路上 不会偏离航道太远 即便偶尔偏离 实时修正就好 洪志老师说过 现代的文盲不再是不是字 而是没有学会做个 如何学习的人 我是个全职妈妈 希望今天第一棒带来的书 给大家一个好的定位 好的出发 让我们一起用习惯改变自己 用习惯改变更好的未来 那今天第一棒我要带来的书籍 是原子习惯 不管您是否阅读过或听过 想邀请大家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品味这一本书带给我的感受 以及我的诠释 希望能碰撞出不一样的见解 在这个AI的世代里 想求条列式的学习速度 是否都让我们忘了放下紧绷的压力 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 深呼吸 打开我们的耳朵与内心 一起先来听断机器人与奶奶的故事 奶奶一个人住在偏远的房子 天天期待着孩子能够来看看她 一天一天的过去 终于等到属于她的大日子 母亲节 电铃那一端响起 开门不见儿子 只见一个大响子 无奈地打开里头留了个字条 有了孩子的祝福 妈妈 母亲节快乐 以及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每天帮助奶奶 打扫起居 分担所需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某天一起吃饭的时候 机器人的视线开始模糊 啊 原来是没电了 奶奶不慌不忙地 拿了电池帮她换上 机器人又开始了她的每一天 这一天一如往常 傍晚看着日落时 机器人为奶奶说 幸福快乐是什么呢 奶奶给了她放在口袋已久的两张票 听孩子说 那是通往幸福快乐的地方 马戏团的入场卷 哇 她好好的收着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她开心地拿着月曆给奶奶 奶奶表明知道了 要她把月曆挂回去 准备出发 回头时发现奶奶睡着了 以为也是没电 回头去拿电池放入奶奶的口袋里 但奶奶并没有醒来 啊 以为是奶奶太累了 需要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的电池 但是口袋都放满了 怎么奶奶都没有醒来 奶奶 奶奶 你到底需要多少的电池 才会醒来呢 那一天 再也没有到来 等到机器人 也一起闭上了双眼 再度看到的画面是 奶奶牵着她的手 一起前往马戏团的路上 很多的时候 我们总是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还有明天再等一下 不急 所谓万事起头难 就算是微小的行为改变 都足以扭转你现在的人生结果 因为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 故事中的机器人 就好比现代人的亲子关系 忙碌压榨了我们 想做个孝顺孩子的可能 父亲因为忙于自己的事业 要我去做代替他 陪伴奶奶的角色 但我跟奶奶长期的关系疏离 就好比机器人一样 仅只是履行义务仅此而已 但是随着这个过程 我养成了固定的时间 做固定的事 利用具象的习惯堆叠法 产出了良好的结果 怎么说呢 我利用出门上班前排出时间 晨跑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我利用出门七点上班前的一个小时 在我家的后三练习慢跑的动作 有了具体的时间 地体以及行为 靠着习惯的堆叠 我得到了良好的体力 我利用要早起 移除干扰早睡 事物 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我利用要十点上床睡觉 排除万难 手机关飞航 习惯的堆叠 让我得到了良好的精神 以及的免疫力 我利用要请奶奶 移除花钱的欲望 养成了固定存钱的习惯 在每一次出门 花费的同时 都记下每一刻的花费记录 让我得到了财务的自由 生命的品质 往往取决于习惯的品质 这就是原子习惯的 惊人力量 那了解大脑的运作机制 不可否认 大脑会倾向选择 轻松的事情来做 那所以我借由自身的体验 也确信细微的变化 细微的改变 可以带来巨大的成就 以下呢 就将介绍作者实证的法则 他利用习惯分为四大法则 以及改变的身份认同 相信各位都能成为一个 梦想实现的人 一 让提示显而易见 我们都知道 环境是一只隐形的手 形述了人的行为 在我举例的过程中 我需要一个好的体力 方便我开车不打盾 因此我的球鞋 就放在我的床底下 他做了一个良好的提示 提示什么呢 提示看到球鞋 就知道在奶奶的需要上 看见了自己的责任 那我需要好的精神 方便我出门不生病 因此呢 我窗帘就不拉 天亮就直接提示了我 不要错过出门 变成一种过错 所谓自律者 只是擅长建构生活 让自己不需要展现 超凡的意志力 以及自我的控制 但是也跟自己 原生的个性有关 我本身就是一个成心人 也是一个追求极致健康 但反之 如果我让坏习惯 引而不见 是不是就可以做得更好呢 对 所以当预算存不了的时候 就要刻意提示自己 不要在家人需要的时候 只剩泪水 我们让好的习惯 提示显而易见 坏的习惯 一定要引而不见 就能让我们 累积良好的习惯 那习惯二呢 就是让它 非常的有吸引力 那怎么样有吸引力呢 一定要利用自己 诱惑的捆绑 让习惯更有吸引力 我们的大脑作用 都来自于渴望 渴望呢 来自于我们的想要 会释放出多巴胺 所以我渴望跑舒适 跑步的时候是舒适的 所以而引发去买球鞋 那但是我不强手跑得多远 而是要记得出发 但是如果没有用这样的 诱惑捆绑 我可能是用了不适合的球鞋 让我跑得脚底不适合 我可能就不会 再吸引我运动这件事 那我渴望不要生病 而早睡 为了要十点睡觉 所以我对事情 不再要求完美 而是把它完成 但如果反观 我把习惯改成 每天追剧 追到爬不起来 早睡这件事情 就对我毫无吸引力 我渴望花钱不纠结 而修正预算表 那不是吝啬 而是优雅 如果我不做这样子的 我不做这样的修正 那我可能担心 每天都担心我 下一餐在哪里 所以存钱对我来说 就会毫无吸引力 故 一个机会越有吸引力 就越有可能形成 你的习惯 三 让行动 轻而易举 所谓行动 非启动 我们常常在自我 喊目标的时候 喊得非常的激动 听的人 也非常的感动 但是就是没有行动 其实那就是 停留在启动的阶段 我们并没有行动 固定的时间 做固定的事情 就像机器人每天固定的时间 帮助奶奶处理日常所需 但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人有情感 人有情绪 而且人很懒惰 所以我们要 最小努力的原则 藉由两分钟的法则 习惯的精通 绝对是来自于 重复的开始 而非设定开始的完美 一个妈妈要做家事 一定要让步骤 变得非常的轻松 固定打扫一个空间 只做两分钟 但为了回馈 更多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让每一次 每一次固定时间的打扫 都让我能够 得到更多的回馈 反之如果不这么做 就会变得困难无比 那习惯的养成 也是取决于频率 而非时间 量大才能精粹 也因为我每一次固定的 去找奶奶 为了让那样的环境 变得轻而易举 我开始展开 我的默开技术 不停地跟人沟通 所以默开技术 让我变得一如翻掌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爱说话 而是要说对话 所以创造出一个正确的事情 尽可能轻而易举的环境 那就是要利用减法的加成效用 最后让讲少令人满足 我们都知道 正面的情绪培养习惯 负面的情绪足以摧毁习惯 期待通往幸福快乐的那一天 其实就在陪伴的满一天 是因为爱 所以期待跟奶奶见面的日子 忘却的周车劳顿的辛苦 这样子的培养 这样子的固定的事情的习惯 当然中间也有很多 不持辛劳的痛苦 北高来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可是如果我让我的负面情绪发芽 就足以摧毁我固定的时间 做固定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找奶奶 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 但也因为爱 所以我期待为奶奶付出 忘却她已经失去记忆的痛苦 一个人如果失智 会把你的热情消磨殆尽 所以我一定要在正面的情绪 培养我的习惯 所以维持一个习惯的关键 重点是那成功的感受 就算只是片刻的小小规模 我都要让它发扬光大 我们在创造一个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动机的仪式 因为我们在执行困难的行动之前 都一定要做一件你很享受的事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 家里的书墙是每天我跟孩子阅读的学习角落 我在书中发现作者四岁开始打棒球 那是他非常热爱的运动 当然也有他爸爸的缩影在内 所以启发了他在逆境找到了出路 所以我也用亲身的故事 想以爱为初方 因为习惯带给了孩子一个孝顺的示范 同步也得到了许多开花的结果 比如我养成规律的运动 早睡的睡眠习惯 以及财务的习惯 我教育孩子的名言 天才绝对不是生出来的 而是教育与训练出来的 我想孝顺一同 今晚不只跟大家一起学了新东西 也一起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旧事物 如同作者提到 冰块溶解 一定要达32度C才会开始融化 在那之前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竹子抽高前 五年前也没有任何动静 石头雕刻 敲击的那一百下 也没有任何裂痕 还有我们健康的身体 在癌细胞侵占之前 所以经手需要很大的耐性跟坚持 如同我相信我的思维 我们以为一个人的改变 是当下的突飞猛进 其实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默默前进 习惯的执行不是百人百米尽上 而是一场自我实现的马拉松 让我们一起以爱为出发 最后用一句话送给大家 一起改变自己生命的轨迹 用习惯改变自己的现在 用习惯成就更好的未来 祝福今晚的你 听完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谢谢大家的聆听 晚安 再把时间交回给洪志老师 谢谢 哇太棒了 谢谢佩玲的分享 佩玲真的很棒 她把这本书所写的习惯 要怎么养成的过程当中 把它落实在她的生活里面 所以一开始分享这个机器人的故事 也诱发了她真的为她的奶奶 要去见奶奶这件事情 而把原子习惯里面所讲的事步骤 然后实际的去落实去 真正的把它执行出来 我觉得一个实践家 比一个只会画梦的演说家 还厉害 所以原子习惯 它是上 是告诉我们 透过细微的改变 就可以带来巨大成就的一个模式 所以书中也很有条理的 帮我们介绍 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好习惯 戒除坏习惯的方法 所以实际执行 真的比你只有计划 还来得重要 所以我们佩玲 也真的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直播室 给我们佩玲 给她一个掌声 好吧 好 那刚刚佩玲有讲到了 有讲到了 总共有四个步骤 我再帮大家来做一个凝聚一下 OK 改变行为的视法则 怎么样建立一个好习惯 第一个就是 让你的提示显而易见 也就是说习惯呢 帮你把自己的这个要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暗示的 那这个暗示呢 让它越明显越好 那这边我有帮大家准备了这个档案 就是一个习惯卡 习惯卡 那这个我会再放在我们的群里面提供给大家 总共有五个 这个 这边书商提供的这些内容 我都已经把它下载好了 那这个我会提供给大家 第一个 让你的提示显而易见 第二个是让你的习惯要有吸引力 让你的习惯要有吸引力 第三个是让你的行动要轻而易举 所以它在讲行动的时候 希望我们把这个行动规划在两分钟之内 就可以完成的 OK 所以可以来试试看 那我们每一次要行动的时候 不要纠结太多 第四个就是利用奖赏 用奖赏 每次你完成一点点习惯的改变 养成 就给自己一点点奖赏 OK 所以这边有一个习惯的追踪卡 也会提供给大家 然后书里面还有提到怎么样去破除坏习惯 第一个用反转的模式 第二个就是 让习惯 第一个这个是让习惯引而不现 这个是你会破除掉你的习惯 所以你要把这些提示 就是真的让它明显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第二个就是避免让你的习惯没有吸引力 所以要重新把这一个习惯的益处把它提醒出来 第三个 如果你想的是让行动困难无比的话 这个会提高阻力 所以刚刚讲的 我们务必要习惯把它设定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养成的 那这也蛮符合我在做心灵辅导的时候 或是心灵智商的时候 会特别讲到这一块 如果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改变 我要下的决定 我不要一下子就说 我这一辈子再也不犯这样的 这样过错了 而是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 可能是三天两天 就算是十分钟 这个十分钟之内 我不要再犯错了 我不要再犯过去的错 造就我未来的结果是不好的 所以 我们不要让这件事情 听起来很困难 这很重要 第四个 就是 坏习惯 就是结果让人家不满 所以 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我们要找一个人 当成是你的 这个 伙伴 一起来 一起来完成 这个习惯的养成 所以找一个人 来协助你当你的伙伴 所以这间的范本 我都有把它download下来 晚一点 我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群里面 提供给大家 可以来做参考 所以最后 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是帮我们 从无道友 来养成好习惯的实证方法 并且教导我们 可以如何开始执行 甚至持续不间断地实践 我们的好习惯 另外 里面有很多的实例告诉我们 藉由这些案例 在书中提及的方法和建议 这样的好习惯是可行的 而且慢慢地可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所以整本书是浅显而易懂的 也可以很容易开始去实践 但是习惯并非一朝一夕的养成 所以如果要成功地培养好习惯 它将会以复利的方式 回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作者有讲到这句话 如果可以的话把它记起来 如果你觉得改变习惯很难 问题不在于你 而在你的系统 因为恶习一旦再次的复发 并非因为你不想改变 而是因为你的系统不适合改变 决定成功或失败的 不是目标 而是系统 所以如果现阶段无法 顺利培养好习惯的话 可能只是刚好缺乏 适当的环境而已 你只要适合改变的系统 试着去探索 去开发自己 去改变环境 相信每个人最终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真还是觉得好习惯养成很难 那我们读书会诚挚地推荐你这本书 试着从书里面学习正确的方式养成好习惯 借除掉坏习惯 下一次谢谢佩玲给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听书会学习就到这边咯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未来的一周都会活在爱感恩跟喜悦当中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